YA~~ 歡迎觀眾朋友來到我們今天 籃球時光劍的心靈影片 我是你們的主播多次 那麼就在前幾天自由市場開季之後 快點隊的當家軍Polge 以四年兩億以前兩百萬的一個薪資 選擇加盟到了費城七六輪隊 這也表示我們的傳奇經理 Jewel West的最後一筆操作 可謂是完全失敗了 如玩技快點隊的失敗可以歸就在很多原因 但是最主要是絕對離不開傷病的問題 原本1819的賽季 Kwai Lander拿下總冠軍之後 然後快點隊就時常因為傷病問題 而缺席極右賽 甚至在2021賽季 Kwai Lander在西區決賽的時候 右膝十字任隊斷裂 隨後就直接修了整個賽季 而在下一個2221賽季 快點隊就只有西區第八名 並且連續輸了兩場附加賽 並且產生淘汰 我們甚至可以說 Kwai Lander只有在2020賽季那個時候 打完了整個系列賽 我認為這是快點隊會失敗的主要原因 那麼這次的話 我回到了1920賽季 也就是我們快點雙子清剛剛成軍的那個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它操作成聯盟頂尖強隊呢? 如果各位對我們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許你用了機會可以看到 更多有關全民進行街頭派對 以及我們NBA2K的最新影片 好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年的這個陣容 Beverly Lander George 這應該是會往下拉 我覺得應該會把Lander 或是George 七九龍哥會拉到四號位去打 好啦 那這裡我讓快Lander去打到四號位 然後入魂人士這邊 把他開啟這個強制不先發 因為他是最佳第六人嘛對不對 好 那這裡我們先發陣容就是 Beverly 雪梅 雪梅的話我已經把他交易掉了 這人就是 生假的謀 放假賽武啊 你在講什麼啊 這個人就實在非常會敗家 你知道嗎 接著雙子清 再加上我們的 Joking Noah 我跟你們講 Joking Noah應該也是我今年一定會交易掉的球人 因為他在2020年最後一年去到快樂隊之後呢 他就直接不見了 所以那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今年不交易他 明年我還要白給他薪水 所以我這邊是絕對不允許這件事情的 那接著我們替捕的空階之城啊 這組非常重要啊 他是我們未來能夠拿下冠軍的關鍵啦 好不好 然後Zubax跟這個 Jarmaco Green 喔對了我現在教練的話 用這個Jerry Sloan 我覺得他還算是一個蠻不錯的教練啦 至少比Dark Rives好了 好如果要做教育的話 我們會先來到技術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讓這個球隊變得更好 哇塞 我們現在拿43勝9敗 排名前聯盟第一名 太神了吧 George跟Leon的組合 真的假的 欸我們甚至先發導光光 我們還有這樣的組合 好既然都這樣子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來做一些練兵的部分啦 然後把一些年輕人拉上去先發去打 至少比他什麼Dalen Cheney來上來打好多了吧 來我讓Teris Man去打到控球後衛啊 我記得他可以打控球啊 啊不行嗎 那至少我把豬把池拉上來啦 但我這邊的話就要把Chokinoa 他佔我們1590萬啊 這一定要交易的 然後選妹一起交易掉啊 這兩個加起來應該還是可以換一個 呃在現在來說是不錯的球員啦 比方說 Tayrozier AutoPorter 好像可以 我記得明年之後AutoPorter就會去到勇士隊啊 所以我這邊先把他換過來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2020的選用權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好 Tristan Thompson 加Larry Nance Jr 這樣可以增強我們內線啦 但我們現在還有Mondry Harrow應該還不用 Brandon Clark 加Android Udala 對那個時候 Udala就要揮熊隊啊 但好像幾乎沒有上場吧 沒記錯的話 然後Justice Winslow 不需要 我們這邊做一個魏僕先知的事情怎麼樣 我們把Jaren Bronson要過來 然後讓他來我們球隊慢慢打 而且我們現在球隊正好缺個空拳後衛 然後獨行俠隊現在應該當局當家啦 所以在這邊缺個射手嘛 然後Joke Noah去那邊當老江中風衛 這樣也挺好的啊 我覺得這比獨行俠隊的這個交流量可以考慮一下 Jerald Allen 這是我們可以考慮的部分 然後 Steve Allen Scan Dennis Schroeder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Schroeder那個時候 應該還是打替補居多啦 所以他拿2000萬這個實在有點太貴了 但我們是可以把他續約回來 是可以考慮一下 Allens也算是一個CP值挺高的中風位的 這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們以未來發展性而言的話 這筆絕對是最棒的 得票 明年 反正留不留無所謂嘛對不對 重點重點 絕對是Jaren Bronson 好 我們這邊直接把他用過來 我覺得我們補到點上啦 那這樣我反倒 我讓這個 Teris Man打到二號啦 他起不起得來無所謂 但要讓他打到二號 讓他練一下 未來這兩位如果都能練起來的話 那我們會很賺喔 然後Mondre Harrow這邊我也強制不先發 就讓他們替補慢慢打 然後來做一個續約的部分 如Willis這邊的話 唉唷 看起來這個薪資可以 一年八百萬 然後跟你簽三年 這樣是可以的 我們這裡的話就來看一下 上市會不會影響我們 快點隊繼續霸佔我們的 西區龍頭吧 OMG Paul Joji 獲得1920賽季 該年度的最有價值球員 場軍26.9分 6.3個籃板 4.1次做個2.1次超級1.3次的主攻 沒有傷病的快點隊就這麼可怕 Shermate 最佳新秀 不是吧 雖然你18年怎麼做的時候新秀 然後D'Angelo Russo 最佳地友人 我覺得可以接受 Yanis 最佳防守球員 George Richardson 最佳進步獎 64勝18敗 最佳俏練 然後我們還是繼續佔有 我們西區龍頭的寶座 那今天會來對決我們的 鳥號的替補隊 Bronzen是直接做我們的先發 但現在我們好像是沒有任何的 一個惡號位的部分 只有這個Leo Moore 總共還是得讓這個Teris Man 打上先發 無論他多麼不樂意 那個時候的替補隊看起來 還非常可愛 這樣問神跟Brandon Ingrid 都還沒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 應該還算蠻好打的 我們就直接4比0過下去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4比1 可以啦 喔 首輪勇士隊就被淘汰了 然後那個時候 葫人隊吸去第二名 還能理解 因為那個時候 確實 總冠軍是我們的葫人隊 接著打我們的馬次隊 比江泰 Mori Dima Drozen Rudy Gay 但我覺得這組 應該對我們來說 威脅性不大 威脅 靠腰勒 Dima Drozen D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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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7800分 一個人砍20分 快大三圓 是怎樣 Lios 一個人砍19分 你是有沒有搞錯 這組的話 就是讓我們有金而無險 所以這組我還可以接受 但反倒我們 火箭隊直接把胡倫直接砍下去是怎樣 火箭燈的最後巔峰嗎 卡佩拉在火箭隊的最後一年 那這組要小心喔 1比0 1 2比1 感覺要死勒 3比1 哎呀3比2 4比2啊 火箭打籃網 籃網什麼陣容 哇 Djana 在這個籃網隊還能打欸 總冠軍這兩隊 都想贏啦 都想證明自己啊 看一下最後誰拿冠軍 我們隊1比1 2比1 2比2 最後恭喜 3比3 怎麼回事 我就開始好奇是誰會贏了喔 火箭燈 太神啦 威少 哈登 在快點隊沒拿冠軍 反倒在我們的火箭燈拿冠軍 恭喜 哇塞 最後FNP給到的是我們的 James Harden 長均21點6分 6點6個人慢 10點11 1點7超級啊 最後的輝華啊 這兩個人 不在我們球隊拿冠軍 在火箭隊拿冠軍 這真的有點奇怪啊 這個事情 好今年 ZACK RANDOLF 台神圈的了 你看這些球員選擇退役 差不多啦 好這個時間點開始有附加賽啊 我們同時也要靠選秀來累積一些當時的球員啊 人選的人有限 但我覺得還行 我挺好奇有29歲可以選到誰 撿到任何人我都是賺的啊 撿到阿朱啊 好像也是那個時候最好的選擇了 對 哇我們的球段超神欸 他什麼都看透透欸 其他人我覺得都還好 好這邊就直接給他選阿朱啊 BRONSON這邊繼續簽兩年球隊選項 好今年我們還算有錢啊 但我覺得想一下喔 我這邊先看一下Beverry這裡可以換什麼 如果可以換更好那就換 不行的話就維持原樣 因為說真的 我們現在要以GendonBRONSON 當作我們未來的主要核心的話 他的存在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好 這邊最多就是MARTIS CYBO 但我覺得不是很好 反倒我覺得可以直接尋求一筆 比方說這BRO GLOBAT 這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外圍是沒有可以拉下去做三號位的中風 所以我們這邊交易來BRO GLOBAT 絕對是合理的事情 他這邊要GendonBRONSON 啊不行給你 兩個次輪加Patrick Belfly 直接換到 我們這筆交易的話 非常的噱 好Denis Ruder 如果我們這邊假設跟你簽三年一千五百萬的話 我覺得對外來說有點太低啦 但我們可以問看看 然後Eric Golden 那個時候還是非常巔峰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Nicolas Barton 這個也可以先來問看看 喔 Eric Golden跟Nicolas Barton都來 賺啦賺啦賺啦 然後Mandre Harald 我這邊還是得問看看啦 然後Mandre Harald這邊是不是因為這個報價太高啊 我們是報不起的 那這裡的話就來個Daniel Tice 他確實也是我們快隊會需要的中風啊 啊 Tice不來 要不然這邊我要一個這個Olinic 然後Mason Plumlee Olinic太貴是嗎 那我們就要Plumlee Hero's Man看起來我這邊底薪要他三年是可以的啦 因為他沒他成長性看起來 然後底薪這裡可以要到 T.J.Makano 然後Alice Caruso 那個時候 圖曼巴還沒有被發掘啊 所以這個神典也可以換他 4號位這邊也幾乎沒什麼人選 這裡就來個Olinic 那這裡就讓Nicolas Barton跟Olinic 都拉到4號位 今年補得漂亮 可愛下加一點 然後其餘球員的話基本上都會維持住自己的評分啊 哇Olinic Olinic很爆炸 我覺得對他來說可能不是很舒服啊 好今年這個戰績 暫且看起來還算是蠻合理的 現在拿32撞17敗 今年 大家看起來有點乖乖的喔 這個珠巴斯還被拉下替補啊 我們Jerry Sloan今年不知道打什麼如意算盤啊 但截至目前為止 我覺得 這個交易 Broke Lopez這個交易案的話 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事情啊 跟Paul Jury做這個簽約啊 好我們這邊的話也是給他一個 約莫是頂心啦 3250萬 然後給他簽個4年 今年我覺得沒什麼必要做交易啊 我覺得我們陣容挺好的 只是這個 感覺他們有點累就是啦 今年最有價值球員 Ben Simmons 他如果最有價值球員我可以接受 最有價值球員這個就有點浮誇你知道嗎 哇重新28.8分 10.1個籃板 Adors最佳星秀 第二人一樣是我們點丟的Russell 然後Lanner最佳防守球員 OK啦 OK啦 然後Share Gay就是Sender 這邊是他最佳星不講 我們雷林隊在今年起來了嗎 好今年拿下西區第二名啦 Rulence最後還是被拉上先巴來打 好那最後賽的時候 我讓我們Lanner重新回到我們三號位 這樣他變98的評分啊 這樣組合看起來的話 我們今年拿冠軍還是挺有機會的好不好 首先對決明尼蘇達灰狼隊 今年他們陣容 Lamelo Ball除此之外 就一個Laurie Markkinen跟Carsling Tales 還好啦 這應該過下去 他們速度比不過我們的啊 4比1 沒問題 喔 洛晨內戰 去年你們沒拿冠軍 今年你們就一個Eric Blaisle 哇 那這組沒啥好說的啊 那就是互報環節啊 來1比0 2比0 2比1 2比... 3比2 可以嗎 過啦 4比2 接著 雷霆 雷霆這什麼陣容 雷霆這樣拿 第一名 然後並且還打進總冠軍賽 Jerion Bronson還 居然被雷霆隊牽到 哇 1比0 1比1 你老瞎咧 Chris Paul 不是啊 不是啊 怎麼在這個時空裡面變成 圓夢計畫 Jimmy Southern Rossel Westbrook Chris Paul 全拿冠軍 你老瞎咧 誒話還不能說太早 這個藍網隊還不一定輸呢 我們看一下 1比0 1比1 2比1 2比2 3比2 3比3 最後藍網隊拿冠軍嗎 主要安網隊拿總冠軍 恭喜 哇 Kairi Irving跟Kevin Duran的這組去藍網隊居然直接拿冠軍 五百哈爾 然後天花最後還是選擇37歲退役啦 差不多了啦 今年選我感覺還是很差欸 26順位 今年我覺得 我們選個Austin Reeves好了 反正 都沒啥上場的時間嘛 對不對 那就乾脆選他來 算撿一個寶啦 Jerion Bronson這邊繼續籤 好這裡我受不了了 媽 Bro Columbus你欺騙我感情 媽你來我這邊 直接下用評分 拿個10分6籃板 詐騙我欸 幹你真的 我換個Olenic至少比較便宜吧 好不好 然後900萬 千個Darino Grinari 應該可以啦 他應該不會受傷吧 應該不會吧 我覺得Ruvens這裡 34歲了 先交易掉好了啦 我知道他現實當中 應該還不會那麼快下降 但我這裡不換掉他 明天你直接死給我看 我看一下 這邊換那個Little 感覺挺好欸 只是我這邊要跟你多要兩個刺輪籤 反正卡路索也沒啥上場的時間啦 這邊換了Little過來 我希望他今年直接展給我看啦 OK Gordon果然下降 但Little上升 我反倒看一下我的這個預測有沒有錯 哎呀果然 76評分啊 那這兩個其實 一個增加1點 一個下降3點 那最後的話我們是打平的 所以我覺得 無所謂 這個交換是好的 反倒我們Bronzen沒有上升屏幕 我覺得可惜你知道嗎 然後Lennon現在是99評分 PoGeorge 你打2號 加上趕快讓你去打先發啦 那我們這個陣容 這樣子還算可以看啦 怎麼說兄弟 34勝15敗 今年西區第二名 Oh Nazelito 果然球隊就是需要些新血 你知道嗎 但Bronzen現在就把他交易掉了 Bronzen完全不會上升這點 那我覺得很疑惑 就照我來說他應該要起來了 你知道嗎 好 但至少呢 Tyrus Mann進輪替了 也是因為這點 我對整個球隊的信心 還是有一點的 這裡跟Zubat來簽個 大概700萬左右一年 然後簽3年不錯啊 然後接著的話 Lennon頂心給你啊 不用多說啊 然後Kofi這邊就簽個兩年左右差不多啦 然後我這裡簽個 Garry Patton的2nd 他還有一點上場的時間 我們的防守價會起來 94 可以啦 好那這次影片 如果今年還是沒他冠軍的話 明年我要開始做一些重大改革啦 今年Ben Stevens繼續成為我們這個最有價值球員啦 那今年 Effern Schengren 最佳新秀 Bobo最佳第二人 Lennon最佳環環球員 Kennon Hayes 喔 最佳進不起來啊 欸那其實今年可以了啦 我們又回到西區第一名 喔 一頭有點被忍啊 但還行啊 後就打回二號位啊 這個數據再度下降 但至少 我們Bronzen現在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球隊主控啊 7.2個助攻啊 Zubat呢 喔 場均8.7個籃板 來看他今年 火箭隊去年的 這個冠軍球隊啊 我們看一下 喔 Jordan Poole 那你們沒啦 來直接 4比1 冠爆 啊勇士隊打我們 這隊可以稍微看一下 Terry Rozier打二號位 我基本上就是Jordan Poole 被Terry Rozier代替掉而已啊 看一下 1比0 1比1 2比1 2比2 我是覺得勇士隊應該 今年也沒啥機會啦 好不好 唉唷不一定喔 水啦 直接贏下來 Bobo George Zubat Lennon 三巨頭啊 打得是非常不錯 Zubat有點受傷啊 唉唷 但他還是一個人 砍了25分 等一下 誰贏的話 誰就要打胡仁啊 那我覺得胡仁隊 應該還是比較 難纏的一個球隊啊 唉唷 最後三分鐘 來看一下 但這場比賽 有一個麻煩的點啊 是現在有G6湯啊 我們要慢慢 有耐心的打球啊 這邊錯位單打 一個檔案之後 直接選擇拔起中頭 拿下 這邊 直接拉起來做急停中頭 哇他真的是 那個 Jodan Paul的感覺 遊覽而生啊 防守不強啊 但進攻很棒 拿出啊 這邊做個檔菜之後 Lennon這邊直接 妙傳給籃下 欸這是個 惡意犯規吧 哇還算打手嗎 回挺位置 喔這飆起來 Curry這一球 幸好沒進 哇他如果這樣 打進的話 我們這邊比賽 會很難打喔 Bronzen 直接內切 急停 雙頭這一球 籃板拿下來 阿Q啊被火鍋 哇 他不是 拿了就偷 偷了就有 晚辣 啊巨六湯 哇我們該不會被勇士 被洗臉吧 應該不至於吧 欸Tomsson 這裡貼得緊緊的 沒問題 手籃很好 搞得哪裡 Bronzen給Lennon 這邊自己勾 這球沒勾進 唉唷 小卡這幾球都沒打進啊 哇那 我覺得會很慘喔 做個檔 練不完後 這球還是有貼住 藍底下 走下來 天洋自己拿回籃板 再上 打下 快快快快快 還有四分差距 做個擋拆 電不完後 劉璇直接出手 選擇一個槍硬三番出手 球沒有進 Galini 這邊再來 好球 但這裡的罰球者是 Curry的話 那就會有點麻煩啦 因為畢竟Curry的罰球 是非常穩定的 24秒鐘 那這裡的話 看要搶三分 還是直接快打 反正這裡的話 三分差距 這裡 Wongson 直接掉球啊 白送球權 那這把是絕對沒有啦 喔 這裡 令我意外的事情 我原本要直接摸你掉了 Curry這個罰球沒進 並且 還留給快點隊一個 絕殺三分的機會 最後 給低角 Galini 三分之下 八七 球 沒有進 好 我們第六戰的話 還是只能繼續的 這個靜觀其變啦 我們還是得要打到生死第七戰啦 今天K湯一個人拿27分 惡蘭板三主攻 一超級三主攻 全能心表現啦 Curry今天也是不遑多讓 那希望 喔唷 今天Bronzen 其實打得很好了 九頭八中 我是希望我們這次 不要再倒在這個 西區刺倫喔 我們希望可以打到這個 至少決賽啊 拿下 太落賽了吧 石頭一通怎麼回事 然後接著 無人打我們 我覺得 這樣就是簡簡單單的啦 你就LeBron James跟 SN Davis 不可能英文文的好不好 1比0 2比0 2比1 3比1 謝謝 3比2 3比3 我不信那個鞋啦 4比3 OK Pole George 拿下西區總決賽MVP Yanis 這邊是拿下東區總決賽MVP 完啦 但好像還好欸 因為Patch Beverly這個位置的話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所以他的能力也有下降 Cappella 籃板上的話還是強一點點 但我希望我們 直接摸你掉 我不信我們不拿冠軍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我今天拿總冠軍 恭喜 4比0 拿下的總冠軍 恭喜 只要他們不受傷 好不好 Pole George MVP 而且我覺得這個陣容 其實配級上的話 非常合理 Bronzen 球隊中的頂尖控球 雖然他評分不高 但是呢 把把都把他的助攻 傳在我們的雙子星身上 那這個要輸也是非常困難的 好不好 我們如何克敵自勝呢 我們就是把Broke Columbus交易掉 那比交易案 就直接讓我們 躍升到了總冠軍級別 為什麼可以到總冠軍級別呢 因為公路隊這邊被削弱了 他們覺得Patrick Beverly這個拳 有季後賽經驗 又是一位頂尖老將 防守又很強 絕對不會戳 我們看一下他季後賽長軍拿多少分 6.2分 其實好像還好啦 沒有到很戳 主要是因為對面Bronkton 整個賽季爆銷 所以導致於他們 這賽季就只能死在這裡 雖然有點運氣成分 但你不得不說 我們冠軍的含金量 還是OK的好不好 那以上話說 我們今天影片也感謝各位 今天收看 那如果各位想要再看到 這支影片的後續的話 那也記得這支影片 一定要打破5萬個喜歡 我就會更新下一期 我們2324賽季的 錄完季快樂 好啦我們這段話就下部影片 再見囉 Goi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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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